你帮他去给他鱼吃 你不如去教他如何钓鱼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我就是今天我帮小凤了 他缺钱了 我给他就算小凤他接受了 他也同意了 那他以后早晚有一天 他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 他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工作 还是有需要钱的时候 到时候怎么办呢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你们想过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与其去帮他给他钱 我不如去教他如何去 如何去自己去赚 如何自己有能力 他自己有能力了 自己有自己说白了 自己懂了 什么都懂了 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成长得更快 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就是我觉得这个 是我的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 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叔叔阿姨们 既然大家都支持小凤 小凤他也有信心 我也有信心 我能给到叔叔阿姨们的 肯定是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见不到的 见不到的一些很好的东西 见不到的这些 就是划算的东西 划算 绝对是划算的东西 叔叔阿姨们 你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等过几天 我这边正好在跟我们公司的一些 就是管理层 然后跟他们在聊这个事情 把我的包括还有我一些朋友的公司 他们也看到了小凤 也很喜欢小凤 说要拿出一些东西过来支持一下 然后作为一个福利机制放在直播间 然后让小凤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分享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你们平时生活当中能看到的一些大牌 然后这些东西又是你平时在外面 见不到的一个价格 我在直播间作为小凤的事业 然后我去帮他拿到直播间 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做一波分享 好不好 咱们不着急 等过个几天 过个几天到时候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看一下 有那些好东西 然后小凤 他自己 自己也比较争气 他自己也是在努力 努力在让自己变得 怎么说呢 自己在成长 因为小凤呢 他欠缺的比较多 从小在山里 接触的人 接触的事 都比较少 他需要成长的是一个过程 慢慢来 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机会 就是小凤 他自己呢 只要愿意 我觉得很快 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时间的问题 小凤 你有没有信心 我会好好学的 会好好学的是吧 有信心是吧 那后面这几天 我先在直播间跟叔叔阿姨们 到时候我出镜 好吧 跟叔叔阿姨们到时候说 我出镜跟叔叔阿姨们说 然后有哪些好东西 然后你好好学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 我看着你说 好不好 好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好不好 先让小迪 教一下小凤 怎么卖 怎么去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聊 怎么去沟通 然后让小凤自己来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那我这几天 我多看看 对 你多看看 然后 你多看看我 你多看看我怎么 去跟叔叔阿姨们 去聊 去分享的 很快的 很简单的 不用压力 很简单的 有点卡吗 不卡吧 现在不卡吧 叔阿姨们 那个预约 你们预约了吗 下方的这个预约啊 是 链接 我给大家再谈一下啊 后面 后面几天的话 就是会 每天都 都学 都有学习的 每天就会 多直播一会儿 然后跟叔叔 也们聊聊 这几天就开始学 是的 这几天呢 我就 把 跟公司 对接一下 然后呢 还有我朋友那边 他们的有几个好的东西 然后我拿到 拿到这个直播间 作为一个福利机制 过两天给叔叔阿姨们 去分享一下 啊 你看看我小迪哥 是怎么跟叔叔阿姨们聊的 怎么分享的啊 你就可以学一学啊 对 小凤聪明的 没问题的 现在住在哪 呃 现在住在 我给小凤租的房子里啊 在城里啊 在城里 来 叔叔阿姨们看一下啊 好的 叔叔阿姨们刚进来的 没看到啊 这个是我给小凤租的房子啊 这边呢 是我之前租的房子啊 然后呢 给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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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小凤在这边住了啊 让小凤在这边住了 小凤来 给叔叔阿姨们看一下啊 好的叔叔阿姨们不知道 你住在哪 给他们看一下 你现在的生活环境啊 叔叔阿姨们 呃 这边呢 是客厅 叔叔阿姨们 这边是客厅 今天因为有点乱啊 我现在 今天我们刚回来 有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没来的 已经搜 对 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然后呢 这边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 东西 其实我今天给小凤买的水果 刚刚吃完 有点乱啊 屋里还没打扫呢 然后呢 我一会打扫一下 对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个卧室啊 这边是卧室 楼上还有两个卧室 楼上有两个卧室 楼上的两个卧室呢 呃 就是小凤呢 他是住哪里都可以啊 小凤现在是住楼下的 住楼下这个卧室的 卧室就不给叔叔阿姨们看了 因为里面有一些 女孩比较隐私的东西啊 就不给叔叔阿姨们看了 这边呢 是呃 厨房啊 叔阿姨们看一下 呃 这边的厨房 房间太大了 我觉得啊 这边呢 是厨房 卡吗 不卡吧 应该不卡吧 这边是厨房啊 小凤呢 可以在这边做个饭啊 什么的啊 呃 然后呢 这个是楼梯 这个上去 上面还有两层啊 这边上面还有两层啊 叔阿姨们看一下啊 这边呢 还有两个卧室啊 那边一个卧室 这边一个卧室 然后呢 这边是 还是一个卧室啊 这边是相当于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 呃 这个房间是那个什么 呃 洗衣的啊 洗衣服的 专门洗衣服的啊 洗衣服的一个 洗衣 还可以晾衣服啊 呃 下次有机会带叔叔阿姨上楼上看看啊 今天就不带叔叔阿姨看了 因为小凤刚回来啊 呃 这边是客厅啊 小凤你在这边 可以过去看一下 这边是客厅啊 啊 这个客厅 然后这边的话呢 平时可以吃个饭什么的啊 可以吃个饭啊 可以吃个饭啊 对 呃 我们不是不在杭州啊 叔叔阿姨不在杭州 不在杭州 呃 这边是客厅 对 然后这是之前给小凤 之前送的花 你们还记得吧 现在都放在这都已经枯萎了啊 嗯 这个枯萎了 放了很久了 对放了很久了 都已经枯萎了 这是之前给小凤拿的花 啊 给干了啊 呃 叔叔阿姨我也说了啊 小迪呢 也是自己也是做生意的啊 生意 生意人呢 讲究的是什么呢 讲究的是一个信誉还有良心啊 我呢 既然说支持小凤了啊 我要帮助小凤呢 去把这个呃 事业做好 我肯定会拿出一些好的东西啊 不会说拿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公司的产品啊 好的东西 包括我身边啊 一些朋友啊 他们好的东西 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去做分享 那些东西呢 都是大家平时在生活中能见到的一些啊 大牌 而且呢 又买不到的一个价格啊 等回头给你们分享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啊 既然说支持小凤了 肯定不会让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失望的啊 呃 这个就是小凤的现在的生活环境啊 叔叔阿姨们 你们看 你们看 你们看怎么样 可以吧啊 这边就是小凤 现在的生活环境啊 我们觉得那房子太大了 太大了是吧 嗯 没事你住着吧 这边没关系啊 呃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小迪哥可以住楼上啊 你住楼上吗 我住楼上 那你住楼下 我们当邻居好不好 哈哈 对 这个就是小凤 反正现在就在这边生活嘛 是不是啊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这个房子漂亮吗 你们觉得漂亮 你们打个漂亮 好不好 你们觉得这个房子漂亮的话 你们就把漂亮 漂亮打出来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你们就觉得太大了 一点 呃 多少叔叔阿姨们 觉得这个房子好看的啊 觉得好看的 你们把漂亮打在屏幕上啊 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 对 因为因为是我之前啊 我之前的话 嗯 也是自己做生意嘛啊 我也是做生意嘛啊 然后呢 在这边 等我一下 啊 在这边生活啊 在这边生活 小凤进屋了啊 是吧 小凤进屋了啊 嗯 嗯 因为小凤他还没适应啊 这个厨房里面的一些什么东西呢 小凤都不会用啊 小凤那个电磁炉啊 小凤电磁炉啊都不会用啊 把小凤家人接过来是吧 因为小凤爷爷奶奶 我跟那个小凤家里人也说了 但是呢 小凤的奶奶 他有好多那个鸡啊 养啊 家里的鸡啊 有鸭 还有什么 还有小狗都要在家里养 所以 我跟奶奶说了 奶奶他放不下家里的一些小动物啊 你们可能不知道老人家 他离开就是家里以后呢 他可能在外面呢 他会不适应啊 不适应 是不是啊 他会不适应 所以呢 就 所以呢 就就就就就就没有把爷爷奶奶给一起接过来 不是不想接跟爷爷奶奶也说了 爷爷呢 他要是离开那个地方的话 他来这边住的话 他会不适应的啊 他肯定会不适应的啊 是不是啊 你们知道吧 嗯 因为 嗯 爷爷奶奶在山上已经 就是一辈子了啊 爷爷90都已经90岁了啊 从小就在那个山头上生活到现在的 让他们对让他们来到这样的地方 他们人生地不熟的下楼都不会下啊 电梯都不会用 那他们就没法出去了 每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 他们也很难受的 知道吧 是不是还没啊 所以所以所以不是没跟爷爷奶奶说啊 跟爷爷奶奶说了 但是他们不愿意啊 而且来了以后他们也没事干 平时他们在山上啊 可能他们在你们眼里看着很辛苦啊 在山上又是砍柴啊 又是去砍毛竹啊 又是去挖笋啊 又是去弄茶叶的 但是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有事情做啊 他们呢就是觉得自己还有 还有作用啊 就是作为老人来说的话 他们觉得自己还有作用 但如果说让他们到城市里的话 他们可能每天就在家里做着 啥事都干不了 也不知道干嘛 可能就很难 很难受的 是不是 你们应该能理解啊 你们应该能理解老人的想法啊 嗯 嗯 我奶奶他们也觉得如果来的话 会很麻烦你 他们不想给你添麻烦 是的 他们觉得来了以后呢 主要是爷爷奶奶他们也不适应 他们也不适应 他们确实不适应 他们他们在山上吃个菜还能自己种 他们之前也说了 在城里的话 眼睛一睁开就要花钱了 早饭什么的那些东西都得花钱 嗯 他们在山上也 像我爷爷他是从小就在山里的 他也就就快90年了都在山里 嗯 那他出来他肯定也不适应 是的 说说爱们你们还没有点预约的 可以点一下预约 我把预约给你们再谈一下 说爱们啊 你们可以点一下预约啊 给大家再谈一下 说爱们预约你们都点了吗 下次的预约啊 啊 我把链接给大家谈出来了 你们可以把链接给点一下预约啊 说说爱们 嗯 好的好的啊 嗯 对因为 因为啊 因为这个这个我我理解吧 因为我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啊 以前我爷爷奶奶在家里的时候 呃 在家里的时候 我爸爸那时候让爷爷奶奶来城市里住 嗯 然后呢 爷爷奶奶吧 嗯 也是也是不愿意 后来等我爷爷不在了以后 然后呢 我奶奶才来到我家里住的啊 就是我奶奶一个人的时候 他才来我家里住的 一开始的话 爷爷奶奶都不太愿意啊 呃 因为老人嘛 他们觉得在家里可能更自在一些 在城市里嘛 他们就不自在啊 不自在 也没个什么亲朋好友邻居什么的 聊聊天啊 平时他们还能去聊聊天啊 有人说说话什么的啊 嗯 叔叔阿姨们你们都点了吗啊 我们等一下啊 就下播了啊 让小凤他早点休息今天 因为今天呃 把小凤带过来 就是也挺也挺累的啊 周策劳顿的 然后呢 你们点预约了吗啊 你们还没有点预约到 给你们再谈一下啊 咱们给大家再谈一下啊 叔叔阿姨们我们那个13号下午6点啊 跟叔叔阿姨们聊天 是的啊 然后过两天呢 我这边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给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些好的东西啊 给小凤做事业 给小凤打基础啊 好的东西 我也说了啊 平时你们在外面啊 见不到的啊 平时都是一些大牌好的东西啊 给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作为一个福利品啊 给大家啊 你们平时在外面很少能买得到的 很少能见得到的啊 都是好东西啊 叔叔阿姨们 机制都是很好的机制啊 在别的地方没有的啊 真的是在别的地方 你见不到的一些机制啊 在小迪的和小凤的直播间啊 你们就能够见到 好吧 叔叔阿姨们 等过个过个两天啊 我看看啊 好的好的啊 嗯 小凤 那个就跟叔叔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说一声 拜拜吧 嗯 叔叔阿姨们 我们明天见啊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聊天 叔叔阿姨们拜拜 叔叔阿姨们啊 你们点一下预约啊 点一下预约 我们就下了啊 我跟你们再谈最后一次 我就对就下了 我们那个预约是13号的晚上 下去下午6点啊 下午6点的 叔叔阿姨们可以点一点啊 嗯 是的啊 是的 叔叔阿姨们 那就那就跟叔叔阿姨们再见 叔叔阿姨们拜拜 拜拜 拜拜 叔叔阿姨们拜拜啊 拜拜喽 早点休息啊 小哥 好